美國一艘新的太空船試飛後已經返回 美國宇航科學家好評如潮 這艘太空船計劃用於將美國宇航員重新送上月球 甚至到更遠的太空 專案控制評論員納維·亞斯 為美國太空總署對外播出的 《獵戶座太空船返回地球的消息》進行解說 他聲稱這次的試飛是大家能夠想像的最完美的飛行 在《獵戶座號》星期五快要落入太平洋上的落點時 納維·亞斯宣布這是美國的新太空船 陸地上包括記者以及宇航員 在內的圍觀人群爆發出掌聲以及歡呼聲 太空船的最終目的 是將美國宇航員帶到地球軌道之外的地方 包括去到火星 灿燈 除了 拾滿 Phar